李仔续新剧完结 杀人犯之子遇上财罚私生子 从互相看不上眼到成为最亲密的战友 又到反目成仇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篡位 故事开始 男主太武刚转学就遭到校霸的针对 只因昨日在校霸凌园构时多看了两眼 校霸是顶级财团强武集团的私生子人下 在马周市可以说是肆无忌惮 往南听点说更像是透明人 不管他做什么所有人都会装没看到 太武不经意地对视引起人下的兴趣 这还是第一次有陌生人关注他的举动 他将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告知太武 太武不屑一顾 直言人下只是为了博关注 建议他如果想受到关注就偷更大的东西 别挑那种鸡毛蒜皮的垃圾下手 内心的薄弱点被人戳破 人下极为愤怒 发泄的同时也记恨上了太武 没想到隔天太武就转学来到他们班里 这也就有了刚刚的一幕 那天太武没有忍气吞声 直接发起反抗 可他不是人下的对手 被按在桌上反复摩擦 好在班主任及时出现制止 因为权势 人下没有受到处罚 但太武的一句透明人令他心情烦闷 回到庄园 又看到所有人对大哥仁州厄于奉承 而自己如透明一般无人问津 这更令他心烦意乱 与此同时 太武焦急地跑到寺庙 大声让母亲逃跑 将母亲送上大巴后他赶到后怕 他和母亲以杀人罪将继父送入监狱 但刚才继父知道母亲没死 警告太武不会就这么算了 已经安排小弟动身查找 这也是太武急着送走母亲的原因 好在走得及时 母亲前脚刚走继父的小弟就查到这里 太武仍然感到不安 他想要学习技能保护自己 可昂贵的学费令他望而却步 这时人下出现 调侃太武是不是想学这个来打他 太武反问 这里也教如何杀人吗 我需要学这个 人下认为他就是个疯子 见太武转身要走 于是他要教太武 前提是他能赢过自己 毫无技巧的太武被人下狠狠蹂躏 没有一点反抗能力 就这样输了他很不甘 脑中闪过继父殴打母亲和自己的画面 他把人下当作继父扑向人下 一拳一拳重重地打在人下身上 在人下的呼叫中渐渐恢复清醒 不打不相识 人下请他吃了汉堡还送他回家 临走时还想与他交朋友 却被太武果断拒绝 丢脸的人下只好骂骂咧咧地离去 隔天太武是杀人犯儿子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同学嘲弄太武时太武没有反应 人下却先发了火 让同学管住自己的嘴 他言语狠狠羞辱了同学一番之后 走到太武面前邀他一起出去 太武表示他并不在意别人怎么说 在意的人是你 来到天台 太武对人下发出成为朋友的邀请 人下傲娇地拒绝 但太武表示与其说是朋友更应该说是伙伴 他不打算一辈子去就在小联盟 直言要利用人下作为他爬上大联盟的绳子 作为交换 他会利用他全国前0.1%的头脑帮人下得到想要的 就这样太武白天上学 晚上做兼职私教 半夜干物流 每天除了学习就是钱 只为了爬上社会的顶层 当然他要做得远不于此 他爬上顶层最重要的绳子是强武集团私生子人下 强武集团已经开始规划接班计划蓝图 取得战略部市长位置的人基本就是内定的接班人 名位上的竞争者有两人 大儿子强人周吃喝玩乐榴莲夜店 会长对此大胆心寒 二儿子强盛周要稳重很多 不仅是集团的常务 其母亲张景熙更是集团的理事长 王位之争最先解决的就是私生子这一块 张景熙许诺人下 只要放弃股权继承权往后也能延续现在的生活 经济援助不会断绝 这个局面泰晤早有预料 他们已经做过商讨 为了打入敌人内部 人下只能签字放弃 而泰晤以优异的头脑制作了一份强武集团未来战略报告 在教授的汇报下成功进入强盛周的视线 两人很有默契地为进入顶层努力 可一个女人的出现打破两人现有的默契 她就是泰晤的同系同学罗惠元 也是县邻居 两人虽然每天相见却装不认识 没有讲过一句话 但泰晤对她总有另类的感觉 这天泰晤目睹慧元的母亲破窗而入 抢走慧元做私教转来的前后 慧元独自语中漫步 泰晤不自主地撑伞走到她身边 慧元好奇泰晤什么都没有问 泰晤说她一直都是这样活过来的 他们像是一种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泰晤总会不自觉地关注慧元 人下看出泰晤的反常 调侃泰晤喜欢对方 见泰晤否认 人下称如果泰晤没兴趣她就要行动了 泰晤只当她是玩笑话让其随意 人下却好像很认真 在隔天再次对泰晤谈起慧元 让泰晤调查慧元住在哪在哪打工 包括喜欢什么 要事无巨细地查清 泰晤没有告诉她慧元就是自己的邻居 可没过几天人下去找泰晤时 在泰晤家附近的便利店撞见慧元 人下阻止了要买酒的慧元 邀他一起喝酒 见到慧元泰晤很是惊讶 慧元解释她是跟人下一起回来的 和泰晤没有关系 让她不要误会 然而泰晤却觉得是慧元误会了 家中太小 他们一起来到人下家中 人下单刀直入地要与慧元交往 慧元觉得她太过自信 直言不喜欢缺乏根据的自信 人下表示这是有理有据的自信 随即让泰晤解释 泰晤的解释简单明了 她拥有很多 也会失去很多 但她有钱倒就算失去也无所谓 慧元承认她确实有自信的标准 但交往是不会考虑的 三人表情不一个怀心事 不久后慧元随着泰晤离去 两人在车上离得很远 慧元却突然发来信息 询问泰晤要不要续贪 两人一同出现在 废旧的老房子天台上 慧元两年前就住在这里 打工抵房租居住 他称虽然夜景比不上人下家 那也还是不错 慧元会心一笑 直接点破泰晤待在人下身边的理由 他们是同一种人 拥有超高的智商 努力想要往上爬的那种人 而人下就是那个帮助他的绳子 泰晤意识到人下同样野心勃勃 心中疑惑泰晤为何没告诉他慧元住在哪 而会员这边也向泰晤提出来加入的请求 镜头一转 在人下的介绍下 泰晤进入飞仙斋 为人下同父异母的妹妹强西珠做私教 但西珠对学习不感兴趣 反而迷恋上了泰晤 他们的计划里没有利用西珠这个环节 因为西珠是整个家里唯一对人下存有善意的人 他会吵着会长希望邀请人下到家中共进晚餐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会长会拒绝时 会长答应了西珠的请求 但会长不是因为亲情 而是因为夫人张景希越界了 张景希瞒着他逼迫人下签下放弃继承权保证书 这令他不能容忍 人下接到会长的电话 虽然早有预料 心里还是有些激动 他将这件事情告知泰晤 泰晤没想到会这么快落实 他们清楚地明白会长是个冷血的人 在完成接班人计划之前 会长肯定也已经规划好让人下放弃继承权 只不过张景希抢先下手 让他感觉权威受到挑战 现在展现的友好态度只是暂时的 泰晤要人下演好虽然单纯但不天真的角色 要表现出清楚知道自身的位置 往后也不会贪图什么的感觉 接下来就静观其变 如他们预想的那样 会长拿到保证书没有毁掉 而是交给邱律师保管 另一边 二公子强盛周看到泰晤的战略企划 内心震撼不已 教授直言建设互助合作中心这个方案 将会是强武集团的未来 他很是激动 直接开始了建设互助合作中心的计划 西珠觉得让人下进入家门是他的功劳 邀人下请他吃饭 人下没想到会员在这里兼职 向西珠介绍这是他与泰晤的朋友 西珠反感 直言他不喜欢他的人身边有女人 见人下一脸严肃 随即表示只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会员却说他能理解 他也不喜欢他的人身边有女人 西珠闻颜色变 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送走西珠后 人下回头找上会员 看起来他是真的上心了 会员直言他没有时间恋爱 人下表示如果可以 可以满下他的时间 会员直言自己不相信他 不久后 同样为了生计兼职的两人 在公交车上不弃而遇 会员思考人下要买下时间的问题 对泰晤提问 一年365天8760个小时 换乘钱会是多少 他也想买时间 转眼到了周六这天 人下进入非仙斋 迎来的却是大哥强人周的嘲讽 西珠维护人下反朝大哥 没想到强人周直接上手 西珠不惯着他 狠狠咬住他伸过来的手指 庸人立马将两人分开 张景熙将这不快的骚动怪罪在人下身上 称这是他不该来到非仙斋的原因 人下随即失落离去 他来到海边 泰晤开导他这只是开始 想要站在顶层往后还有更多屈辱 还表示他会打造完美的财阀 三儿子强人下 西珠为了人下 在餐桌上与强人周大吵一架 愤然离喜 强人周还未来得及得意 就被会长问责 没得到自己的允许 就用这个方式赶走他 是没把自己看着眼里吗 张景熙给了西珠一巴掌 则骂他不许再做出不懂事的行为 享受的同时要懂得行义务 西珠人生中第一次遭受被打 他愤然出走 联系了泰晤寻求安慰 这一幕恰好被会员撞见 西珠上前表明立场 让会员只要和泰晤做同学就好 交朋友的话可以找人下 他的行为让会员觉得可爱 只是西珠没想到泰晤还喊来了人下 耍起脾气让泰晤一起上车 否则就原地不动 人下无奈只好请求泰晤帮忙 泰晤还未表态 会员就表示顺便搭他一程 因为他和泰晤是邻居 将两人送回家 西珠看着他们这个距离很是烦闷 人下见他动心 连忙劝他不能喜欢泰晤 然而西珠也看出他喜欢上了会员 镜头一转 第二天西珠向泰晤表白 泰晤不想被这么纠缠 明确表示两人只是雇佣关系 合约解除的同时 这唯一存在的关系也就消失了 这番话伤到了西珠 他故作坚强地以甲方口吻羞辱泰晤 随后故作潇洒地离去 没想到转头大哭了起来 西珠那么冷淡 可以试着把西珠当成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 泰晤觉得他有些越界了 两人不欢而散 会员眼神瞥了眼右边 露出一丝浅笑 原来人下就坐在窗帘后边 他不知道会员在想写什么 接着的一个突发状况 另三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群混混突然找上会员 会员的母亲在赌场工作卷走了五千万现金 他们要会员偿还 会员没有一丝慌张 这态度惹恼了混混 一个巴掌就甩向会员 没想到会员反手就回了过去 混混就要发作之时 泰晤护住了他 健保安到来 他们留下警告的话语后离去 泰晤让会员找个地方避难 对方不会善罢甘休 会员却习以为常 他活到现在已经无数次面临这种局面 但他从未逃跑或躲避 因为一旦逃跑 就感觉像是承认那个女人是他家人 泰晤无言以对 很快事情传到了人下这里 他向会员打去电话 会员则冷静地思考该不该接 离开后的泰晤放心不下 会员已经进入他的内心 他转身回去 与此同时 人下也在到处寻找会员 两个男人都在向着会员跑去 率先进入会员视线的是人下 他上前一把抱住会员 表达关心表达爱意 接着吻上会员 会员没有抗拒 等泰晤赶到时就见到他们拥吻的画面 他瞬间失神 而会员也看见泰晤紧握的手放下了 他对现实妥协了 泰晤浑噩噩 此时的他心痛不已 他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他往家的方向跑去 在路口两人相遇 会员向他告别 表示这段时间会住在人下家里 泰晤拉住他让他不要走 会员问泰晤如果不走又会有什么不同 直言他们对彼此毫无意义 泰晤想要反驳 会员则理性地问他不会后悔吗 泰晤在这一刻做着挣扎 他说不会后悔 会员则认为他一定会后悔 因为他想过上与现在不同的生活 如果两人在一起的话什么都改变不了 离开后的会员同样做着思想争斗 他反悔了 他想选择真爱 可泰晤因为会员的话开始犹豫不决 而这时人下打来电话 泰晤做起了通往两个人生的选择 挂断他们失去这条通往成功的捷径 接听放弃捷径拥有爱情归于平凡 最终他还是无法放弃 接听电话的那一刻会员离开了 五年后人下进入了集团 会长对他视而不见 而泰晤这个小人物则成功出现在会长的视线 他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会长墙中膜是个冷血的人 他要使用一个人不会选择相信 他更喜欢掌握那人的弱点 而他得知了泰晤是杀人犯的儿子 在他看来这就是泰晤的弱点 转眼又是五年过去 泰晤已经成为会长的心腹 墙中摸有着强大的野心 他有着一个名为皇家公路的计划 将在西海岸打造一座超大型城市 要在韩国这个国家中建设另一个名为强武的国家 现在打造梦想的腹地已经购置完成 想要动土就需要政府的支持 在金议员与赵议员之间他选择了前者 要扶持金议员当选未来党主席 只有这样才有参选总统的资格 可不想他的二儿子强盛周 在瞒着他支持赵议员 试图打破强武 就是强中摸这个不变的法则 这一画面被隐藏在暗处的黑客记录 黑客是泰晤的人 泰晤没有第一时间向会长汇报 而是与人下会员进行探讨 会员此刻已然是人下的女友 也自然而然与泰晤结成同盟 根据视频 篡围三人组明白 在五天后的未来党选举会上 赵议员将会内定为主席 这是强盛周夺权的第一步 也正如他们所料那般 赵议员顺利当选 会长火冒三丈 气得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 赵议员是被他抛弃过的人 他清楚赵议员会想方设法将强武撕裂 后悔在抛弃时没有斩草出根 他要泰晤立刻查出赵议员背后的人是谁 殊不知其背后的就是七二 此刻他们正忙着庆祝第一步的成功 泰晤清楚这时拉下强盛周的机会 如果失去这个机会 他们的篡位之路会变得更加辛苦 强中魔为了购置皇家公路腹地 将集团所有的资金都用上了 如果获胜一切好说 如果输了就会是背信和盗用公款 泰晤让会员查清楚 强盛周与赵议员的下部动作 十年的时间 当初的高中生强西珠已经长大有了价值 母亲张景熙要他接受联谊 与二世祖高西灿成婚 这人花名远扬 西珠自然不愿意与这样的人联谊 但西珠誓死不从 即使这么多年过去 他依然爱着泰晤 会员通过职务之便窃听赵议员心腹的谈话 他们发现强盛周接下来的计划 在成功几下强中魔后 要将互助合作中心从强武集团独立出来 然后再以中心为主体 第一强走强武的核心 而且接下来的速度会很快 等赵议员当上总统 以青瓦滩为靠山 这种情况下篡位组毫无胜算 泰晤却并不这么觉得 他认为赵议员不可能入住青瓦台 赵议员只不过是刺激会长逐出强盛周的诱饵 另一边的张景熙为了争权 威逼利又售卖了会长丈夫的主治医生 得到会长随时都有可能心脏停止的消息 随后又与儿子拉拢会长的心腹邱律师 他掌管着强武集团的财务工作 强盛周想从他身上拿到会长被信盗用公款的证据 邱律师文言色变当即拒绝 可奈何强盛周给的太多令他动容 太武将针对赵议员的调查结果汇报给会长强中魔 赵议员的女儿在瑞士收到一笔500万美元的资金入账 而资金来源是张路易基金会 强中魔顿时明白跟他作对的是妻子张景熙 因为张路易易经会的背后是强武艺术基金 他还得知拥有中心的人将会拥有强武 而这个中心指的就是强盛周的互助协作中心 此时的强盛周丝毫不知会长已经知晓他们的意图 在他睡着的时候 黑客更是直接攻克他的手机实施监控 发现的第一条信息就是邱律师答应合作的消息 在信中邱律师强调强盛周要遵守承诺 强盛周没有给出答案只是让他别担心 邱律师很快就将交易证据交给强盛周 还谨慎地没有通过电子邮件 选择用邮递的方式传达 却没想到黑客早已通过强盛周的手机联网电脑 看到密密麻麻的高额贿赂 黑客都忍不住惊讶 这些是会长的弱点 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会长的死穴 泰晤将强盛周接触邱律师的画面递给会长 会长思虑再三 他让泰晤通知邱律师立即赶来 泰晤专心搞事业的同时 人下与会员躺在一起 他们预感离成功不远了 人下突然向会员求婚 会员欣然同意 但他表示要在人下入住非仙宅那天 人下觉得会员是因为相信泰晤 没想到会员却说我相信的是你 这令他心情大好 会长将律师团队喊到跟前 要他们解决在明早前 将中心归属到会长室可能引起的一切法律问题 邱律师看起来有些心虚 此刻他只想尽快通知强盛周 却不想泰晤以保密为由收走了所有人的手机 所有人忙碌的时候 他躲在卫生间内忐忑不安 会长这一手明显是要给强盛周致命一击 可眼下他自身难保 只能祈祷能够尽快传递消息 打开门却见到泰晤 泰晤递上手机 邱律师把这当作会长的试探 表明公正的立场推辞 可当看到泰晤返回后对着会长窃窃私语 他又局促不安起来 隔天大早 强盛周就收到会长要抢走互助协作中心的消息 他焦急地转达给母亲 张锦熙决定拿出会长的弱点 不多久理事会紧急召开 会长首先对强盛周夸奖了一番 毕竟中心是强盛周创办的 他不好明强 以名声暗将的方式废除了中心副社长职务 将其调任强武证券的社长 这让强盛周愤怒 处心几率十年之久 却在朝夕之间毁于一旦 他疯狂打砸发泄怒火 而这时大批检验的人来到强武集团 带头的检察官回想起与部长的对话 检院收到匿名举报 收到能炸飞强中魔的炸弹 部长要检察官速战速决 检院的人开始大肆收集证据 与此同时 会长则与张锦熙发生争吵 张锦熙否认这是他做的 会长显然不幸 让他可以试试 还未说完 突然心脏剧痛 他挣扎着拿起药物 却连打开的力气都没有 看着药瓶滚到一旁束手无策 张锦熙冷眼旁观 随即做了决定淡然离去 不久后太悟缓步上前 看着奄奄一息的会长 拨打了急救热线 与此同时 酷似张一新的检察官 正带着人马在强武集团大肆收集证据 此时也接到了部长的电话 因为会长陷入昏迷 他们被要求撤退 一个升职加薪的机会就这样错过 检察官气愤不已 一家人围在会长病床前 大儿子强仁周对张锦熙发难 毕竟会长病发前 是与他这个妓母待在一起 张锦熙见状洋装不适 强仁周与强盛周吵了起来 这时泰晤近来打断众人 以会长需要亲近唯有打发走众人 张锦熙带头离开着是非之地 西珠看着泰晤 隐藏在心底的爱意再次燃烧起来 强仁周一直看不惯泰晤 离开前更是出言嘲讽 说他身上散发着低贱的味道 妻子觉得强仁周太过冲动 这个时候最好是能够拉拢泰晤 如果钱收买不了就利用西珠 他秀出西珠与泰晤之间有着不寻常的气息 强仁周打断 呵斥他不要指点江山 不难看出强仁周是个无能又自大的人 会长的突然昏迷 在人下看来篡位计划已经泡汤 泰晤让妻不管发生什么绝对不要动摇 只要相信他就行 另一边 强仁周虽然表面反对 可在当晚还是接受妻子的建议 他告诉泰晤只要替他做事 这个房子就是他的 但泰晤显然看不上这点报酬 见有的谈 强仁周直接问他想要什么 没想到他却说要强仁周拥有的一切 遭到戏弄强仁周大为恼火 通知秘书上来 电梯门打开 泰晤就见到秘书拿着棒球棍一脸严肃 但这不是针对他的 而是秘书成了强仁周发泄怒火的工具 会员与泰晤来到两人的秘密基地 会员调侃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泰晤看起来却很悠哉 泰晤直言并不是只有会员和人下需要安慰 他也是需要安慰的 会员反问他是想从自己这么获得安慰吗 自己现在没有余力那样做 会员只想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摆脱困局 会长倒下 有张景熙撑腰的强胜周势必一飞冲天 泰晤只是简单地回答等待两个字 这不是会员想要的答案 在他看来泰晤应该有正确答案才对 泰晤反朝 你要我别期待从你身上得到安慰 却要我交出答案 泰晤直言能对他提要求的只有人下 没想到会员却说 如果他也即将成为能对泰晤提要求的人 听这意思 泰晤明白他是准备与人下结婚了 这话听起来后面像是句号 泰晤问证难道就是他的最终目标 会员与人下都不明白 泰晤之所以这么冷静 是因为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原来会长陷入昏迷 只是泰晤导演的一出戏 因为手握泰晤的弱点 会长放心充当演员的角色 在得知强盛周掌握会长的弱点之后 会长当即叫喊强盛周过来 却被泰晤制止 直言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弱点 必须先发制人 让身为后手的对方无计可施 但事前跟出往后可能到来的威胁 这个方法令会长心动 负责的检察官人选泰晤也已经选好 是东部地检的和明镇检察官 那是个没有资源没有人脉的人 这种人必有所求不难笼络 而会长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 保持沉默如往常一样 这也就有了会长昏迷的那些事 会长心情大好 问泰晤需要什么奖赏 泰晤让会长给他一个保险 当自己身处深渊时能给他一根绳子 会长答应了他 让泰晤亮出最后一块拼图 泰晤准备的拼图却是强人下 会长认为人下只是个孩子 然而泰晤表示这样的身份正好适合 泰晤口中的人下就是充当会长的傀儡 等到没用的时候再将他丢弃 因为他本就是多余的人 是可用则用无用则弃的存在 会长丝毫不知那傀儡有着篡位的野心 让泰晤拟好一切细则后带人下来见他 此时的人下独自来到海边 他不清楚泰晤的计划 以为陷入困局独自惆怅 泰晤此时向他坦白自己的计划 可换来的却是人下的拳头 人下愤怒泰晤对自己隐瞒 尤其是他一副运筹帷幄的姿态令人下不爽 泰晤称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下 万一事情没能按计划进行 至少人下不用入局才能重新开始 对这一切张锦西母子丝毫不知 他紧急召开了理事会 任命强盛周担任代理会长 可他们没得意多久就迎来了危机 在黑客的操作下 强武证券发生重大失误 本营每股配1000元的入账 成了每人配1000股 一次性多出500万股 这让强武瞬间大乱 还在病床前庆祝的张锦西母子 突然接到消息神色大变 这一消息在媒体的报道下 使得强武证券股价暴跌 强盛周焦头烂额收到检验的传票 强人周则心情大好 而此时人下在与会长会面 会长以为这是人下的杰作 人下称这是首次与会长见面带来的礼物 会长只应有礼物就表示有所求 问他需要什么 人下还没说完就被会长打断 人下继续表示他需要的是父亲对他的认可 即使被打断人下也没有停顿 这是太悟交代他的 也恰巧是这一点表现令会长满意 人下希望会长把他当作例外 让所有人都知道强人下是强中魔的儿子 于是会长将接班人合约交给人下 让他劝签字之后再聊亲情 另一边 强盛周被传唤接受调查 张锦西气愤不已 将花房弄得杂乱不堪 此时会长安然无恙地站在旁边 见到会长张锦西目瞪口呆 但随即也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会长的手笔 所有人都被戏弄了 会长告诉女人 她不会从自己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因为她已经错过了机会 让她期待着自己对她的惩罚 当晚人下进入了非仙斋 会长在众人面前承认人下的身份 张锦西愤然离场 只有西珠对人下抱有欢迎的姿态 不仅如此 在隔天会长就带着人下出现在媒体面前 更是光明正大的称会长为父亲 篡位之路初见雏形 安然无恙之后便是秋后算账 秋律师跪地求饶 墙中魔笑里藏刀的震慑 比惩罚更为可怕 而人下作为墙中魔的儿子出现在公众视线后 两个儿子反应不一 相同的只是无尽的愤怒 张锦西则是被会长赶到另一处别墅独自生活 这对强盛周是雷击般的打击 她已经彻底失去父亲的信任 叫她安静地过日子 如果再与其母亲不安分 将会彻底失去呼吸的权利 这是一种绝对的恶好 她怒斥父亲 就算获得生存的权利又能如何 为了当好父亲期望的儿子 她抛弃了梦想 抛弃想要普通的人生 她曾如此坚持 会那么做只是万不得已 她坚称绝对不会原谅父亲 当然这一切只是她的幻想 在父亲面前她没有反抗的勇气 与此同时 强人周则在朋友口中得知 泰晤与人下在大学时期就很要好 她对此立即产生兴趣 泰晤开始上位 成为了未来战略部的第一本部长 强中魔为了完成皇家公路计划筹备资金 决定出售强武科技 因为该公司的经历在一年前 险些因为人公司评估外泄 尽管事件并未曝光 但此事令强中魔在意 这场出售的谈判任务 由成为市长的仁下来负责 交代泰晤从旁协助 泰晤专心搞事业之时 仁下则与会员出现在海边庆祝 仁下又一次向会员求婚 会员答应了 泰晤在第一时间收到仁下发来的信息 他的心中五味杂陈 只能回忆简单的恭喜二字 一边是喜笑颜开净显甜蜜 一边是愁容满面深藏忧伤 篡位三人组的心情 在此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天 泰晤将会长的决定告诉仁下 这是仁下登上权力舞台的首场试炼 他叮嘱仁下不能用任何邪门歪道的伎俩 必须采取正面进攻解决 才有可能得到众人的认同 于是泰晤细致分析了 向大中集团负责协商的组长高秀灿 以便仁下在谈判中能够胸有成竹 但仁下却有着自己的打算 他将之前下属中的骨干力量调入协商组 这一举措出乎了泰晤的预料 上位后的人下似乎有了自己的想法 另一边 身处赵议员秘书师的会员 意外受到了秘书长吴金哲的邀请 他看中会员与仁下的关系 有意将其培养成有潜力的政治助理 然而这仅仅是他的想法 议员本人并不知情 显然吴金哲也有着自己的计划 会员将这一切告诉了泰晤 而泰晤只是淡淡地让他可以试试 会员以为泰晤要培养吴金哲 没想到泰晤却说这是在培养你 会员说他会看着办 泰晤偶然看见会员手上的戒指 有那么一瞬 眼神变得复杂而恍惚 两人密会的画面被强人舟的秘书捕捉下来 令人不解的是 秘书随后竟将这些照片悄然删除 镜头一转 泰晤精心筹备的协商案 林震却遭遇对方负责人的变故 高西灿的加入无意为这场协商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 人下担忧不已 然而泰晤却保持着冷静与坚定 他深知无论对手如何更替 他们的目标始终不变 原则上他们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 让人下静观其变 人下却不这么想 他在会议前向心腹政科长下了指令 高西灿对强武科技并无兴趣 若非负命难为 恐怕连这场会议都不会出席 经过一个小时的商讨 他要求在提出的价格上再砍掉15% 而且不留任何员工 狮子大开口的行为令人下感到不屑 泰晤想要劝阻 就听到高西灿又砍了五个点 这边说一句话 那边就轻描淡写地再砍五个点 人下不以为意的态度 林泰晤不禁心生疑云 随后便看到政科长掏出手机确认信息后 对人下使了一个眼神 泰晤警惕起来 僵持不下之时 高西灿询问泰晤的意见 泰晤建议暂时修会 以退为进 泰晤找上政科长要看他手机的内容 政科长借口拒绝 泰晤通知他立刻下班 下一刻人下就收到政科长的汇报 开始对泰晤心生不满 这次他要绝对地掌握手中的权力 人下决定用造假的手段 利用IM公司将假消息泄露给大众 在之前泰晤就拒绝过这个方法 他明确要得到理事们的支持 就必须采取正面对决 但人下则持有不同意见 在他看来 股东里是只看结果 只要结果能将他们口袋装满 那就是快乐结局 可泰晤并不接受这种方式 于是人下瞒着他偷偷安排政科长执行 这一做法无疑是对泰晤策略的背叛 泰晤生气又无奈 询问代价是什么 人下却得意地表示 这一切不过是利用对方的弱点而已 这一做法令泰晤无奈 他认为耍伎俩的手段是最糟的路 最后一定会出现其他问题 而人下则表示结果会告诉他 大中这边很快也得到了这个假消息 爱验公司称 对强武研发出的专利技术 做了评估报告 如果评估情况属实 强武科技的价值将会翻身数倍 这令高熙灿势在必得 也自然地在接下来的协商中处于被动 最终已提高13%的价格拿下 人下对此感到信心满满 然而泰晤却因此受到了惩罚 会长呵斥泰晤没有阻止人下 用这种卑劣的方式 他不反对用邪门歪道的方法 但错就错在使人下动手 身为他的儿子不能亲自出面 应该找人替自己动手 人下发现泰晤说的依依应验 而会长又只走人下留下泰晤 他意识到自己在会长心中并无地位可言 这让他对泰晤产生怨恨 人下离开后 会长邀泰晤负责善后 一旦发生法律问题要泰晤负责背锅 突然登场的墙中魔儿子不容许出现一丝污点 泰晤保证往后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会长表示人下与自己太相 所以方式也没两样 他不需要这样的人 如不改变就没有留在他身边的必要 泰晤见由会长亲自告知人下 相同的人会更清楚对方想要的是什么 高熙灿签下合同之后找上强人周 想要其帮忙促成与西珠的婚事 如果没能联姻 他会面临被父亲停卡的局面 强人周答应 但要他帮忙做一件事 从会长那离开后 泰晤就找上人下 两人的关系在不知不觉间发生变化 人下带着情绪撞倒了泰晤 泰晤也意识到这一状掺杂了人下的私人感情 不过人下还是向他伸出了手 然而不久之后 泰晤突然被人从身后击倒 突然遇袭 罪犯抢走他的钱包 看起来像是一起单纯的抢劫 泰晤痛苦地倒在地上 脑海中闪过那个他深深爱着却无法得到的脸庞 此刻他才发现自己对他的爱有多么深沉 不久后泰晤被紧急送往医院 会员焦急地赶来 看到昏迷不醒的泰晤 他的脸上满是慌张与担忧 泰晤在这一刻以为出现幻觉 拉住他的手 如十年前那般让他别走 而另一边 人下正与强中膜见面 尽管父亲反对他的做法 但好在结果是好的 父亲询问他有没有想要的奖赏 他向父亲提出想要与一个女人结婚的请求 强中膜没有询问女人的身份便同意了 不关心所以无所谓 强中膜叮嘱只要按照他的指示 那么就可以继续做他的儿子 这时会员疯狂来电 人下得知泰晤遭到暴力抢劫入院的消息后 立即向会长报告并赶往医院 会员守在手术室前心中忐忑不安 态悟的话在他脑中挥之不去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人下到达医院后并没有立刻出现 而是通知秘书与警方交涉 将这个案子压下来 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强武的名声不受影响 实际上的心思却不得而知 交代完一切他出现在会员面前 面对会员对态度的担忧 他抱住会员安慰 被这样抱住 会员握紧双拳极力忍耐自己的情绪 秘书将人下的交代汇报给会长 人下非得掩盖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 他不得不向会长寻求指示 会长坦言他的想法与人下一样 询问太悟的情况之后 交代秘书联系强武医院 准备好VIP病房 医院的人将这个消息传递给强仁周 隔天在餐桌前 强仁周把太悟昏迷不醒当作谈资 西珠做不下去了 匆匆离开餐桌前往医院 强仁周妻子至善见到西珠的反应 更加确信西珠喜欢太悟 而强仁周则怀疑是强盛周将太悟搞成这个模样 不仅强盛周怀疑 连智善也怀疑是丈夫所为 与此同时会员一直守在病床前 当见到太悟苏醒 他终于松了口气 就要缺喊医生时再次被太悟拉住 太悟握住他的手一言不发 然而就在这时西珠闯入病房 质问会员为什么在此 会员没有理会他禁止去喊医生 西珠对两人的牵手画面非常在意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嫉妒 会员向人下发去信息借口离开医院 然而他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人下将太悟的情况汇报给会长 并解释他掩盖的理由 会长打断他的话语 表示相信人下的决定 但身为老狐狸 他清楚人下这个举动其中必有蹊跷 于是他命令邱律师私下打探 这起抢劫案背后的真相 西珠一直不喜欢会员 以至于现在也不那么喜欢人下 他坦言讨厌会员的理由是因为会员不喜欢他 会员爱的人只有他自己 不过他没有戳破 而是选择了沉默 另一边吴经哲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寻常 任谁看来都是普通的抢劫事件 警署却因为人下的命令根本没立案 这个消息令会员感到一阵寒意 他开始怀疑着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与此同时 太悟恢复后清醒过来 询问起犯人的情况 然而人下却轻描淡写地告诉他 警方不会调查这件事 要将他掩盖起来 太悟愤怒的质问是谁下的命令 人下说是父亲和他决定的 太悟立即发现其中的猫腻 人下却轻描淡写 让太悟不要把事情想得复杂 离开前炫耀地表示会长答应他与会员的婚事 太悟不允许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摆布 他亮亮呛呛地离开病房 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来到会长面前表明立场 他必须知道是谁把他弄成这样 即使会违背会长的意思 但保证不管任何时候强武的名字都不会被提及 虽然会长同意太悟调查 但在太悟离开后 会长却感到一阵不安 他要求秋律师要在太悟之前查出这件事的犯人 而会员气愤地跑去质问人下 人下仍然搬出那一套说辞 他说太悟只是家里养的一只野狗而已 会员在与人下发生分歧之后 他感觉到自己错了 可这个想法并未持续太久 他被十年未见的毒鬼母亲拦住 母亲对会员没有感情只会索取 若不给钱便会无休止地纠缠不休 母亲的出现再次提醒他作为底层的悲哀 会员陷入了深深的纠结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背后竟然有人指使 母亲轻轻松松就获得千万报酬 而这个人看似正是人下 当会员回到家门口时 人下紧张地上前关心 为之前的行为道歉 然而他的眼神中却透露着一丝深意 太悟让黑客私下调查此事 经过通宵达旦的查看监控 一路跟随神秘人的踪迹 终于看到其真面目 他正是强盛州的秘书 太悟愤怒至极 他决定回忆反击 交代黑客调查强人州的所有信息 事无巨细 母亲的出现坚定了 会员要往上爬的信念 他与人下来到飞仙斋 但强中魔对他视而不见 会员主动出击 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 强中魔知晓会员的所有信息 让他辞去现有的工作 会为他安排一个基金会的位置 在那边继续玩上下班游戏 会员表示既然要我放弃工作 就要对我有所补偿 会员的话相当露骨 强中魔欣赏这种 对想要的东西简洁一阶的态度 但不喜之不符合常识的做法 私下里 人下指责会员的冲动 会员渴望得到基本的尊重 但人下却让他放弃这个念头 强中魔除了自己谁也不会尊重 人下让他放弃得到所有想要的想法 为了真实必须有所放弃 太悟找到了秘书 质问强人州的意图和袭击他的理由 秘书没有正面回答 但从他的态度中 太悟已经得到了答案 让秘书转报强人州 他是有仇必报的人 太悟来到了与会员的秘密基地 会员也早已出现在此 太悟坦诚承认他错了 如果那时候他没有放手 或许一切都会不同 会员表示那早就结束了 但对太悟而言从未结束 在他濒临死亡之际 他的脑中只剩下会员的身影 他不顾会员的打断 将内心的情感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最终以一声对不起收尾 此时会员也承认自己错了 两人紧紧拥吻在一起 这一幕再次被秘书捕捉 并传到了强人州手中 而太悟同样收到强人州的黑料 他发现强人州有着诸多可疑的期货投资 太悟与会员的拥吻 似乎并没有给生活带来任何改变 隔天会员还是与人下结婚 太悟静静地站在一旁没有任何表态 不久之后 强人州找上了会员 抛出拍照的照片进行威胁 要求与会员谈谈 镜头一转 已经过了一夜 太悟醒来时发现自己满身血迹 手中还握着一把力气 身旁强人州和一个女人都已死亡 他的心中生出恐惧之意 却丝毫想不起昨日的记忆 强人州用会员的手机联系太悟 他的目标一直都是太悟 以照片作为威胁让太悟沉浮 可太悟丝毫不拒 他同样掌握着强人州的黑料 本打算就这样互换掩盖 强人州忍不下这口气 告诉他他只是自己家的一只狗而已 接着又一回了会员威胁 他没想到的是太悟竞争的乖乖就范 强人州激动不已 带着太悟彻夜狂欢庆祝 甚至还逼迫太悟吃下面粉 太悟被迫狂欢之时 邱律师查到之前袭击太悟的是谋秘书 会长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是强人州之时 于是让邱律师当作没有发声 太悟昏昏沉沉 醒来时就是眼前的场面 他虽然害怕不解 但他认定这不是他做的 这不是他的处理方式 强人州的死讯很快就传开了 黑客备份好一切数据准备逃跑 不想因此被太悟连累 会员感到不敢置信 他认为这一定是个误会 人下安慰他会将太悟带回来 转头就将太悟当作弃子 会长要求人下安静地处理 阻止所有媒体报道 太悟此时正被当作嫌疑人接受调查 他极力否认 却说不出当时的情形 警方的话令他动摇 在太悟身上检测出面粉的成分 身上的针孔更是将太悟定罪 太悟强迫自己回想起当时的画面 即使被迫吸食面粉 他仍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做 但此时他也不敢百分百保证 太悟再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报道里太悟不仅涉嫌谋杀 还被诬陷收取第三方回扣被强武集团解过 会员气愤不已 会长同样如此 将人下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指责他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即将对他失去耐心 人下回去后 又被会员责怪没有想办法为太悟脱罪 人下此时也不装了 他表示会员和自己现在是强武的人 我们都得把强武放在低优先 人下态度的转变令会员感到不安 太悟接受审判 谋秘书作为证人出席 他称在夜店疯狂之后 太悟提议在酒店继续狂欢 是他将太悟三人送到酒店 他没有下车 太悟对此心生疑虑 谋秘书又将太悟之前的警告说出 这对太悟大为不利 夜里人下跑来见他 没有询问 而是责怪太悟毁了计划 与太悟撇清关系 太悟对人下产生怀疑 因为人下甚至没问一句是不是他杀的 因为谋秘书两次出庭作证 将太悟是被强迫 吸食面粉的辩护推翻 这种行为让会长觉得蹊跷 让邱律师调查穆秘书 谋秘书曾试图杀害太悟 这次又出庭指控 一个小人物同时摄入两起案件 这很反常 会长必须知道强人周与太悟之间的恩怨 太悟不吃不喝 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试图恢复内腕的记忆 他也因此体力不知昏倒 在倒下的那一刻 他脑中闪过一个画面 在案发现场还有一个人出现 从医护士醒来 他要通过电话与人联系之时 医生走了进来 但他没有阻止太悟 劝导太悟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 随后给其便利 表示太悟代替自己杀了强人周 这算给他的偿还 太悟第一时间联系黑客却未能接通 于是他向会员求助 会员听到太悟的声音后立即清醒 悄悄地离开卧室询问太悟的情况 他不相信太悟杀了强人周 太悟请求会员的帮助开始调查 不久后狱警走了进来 他没有拆穿太悟的行为 而是给太悟手上写了一个账号 要求太悟为这个行为买单 隔天会员找上黑客 转达太悟需要帮助 黑客却并不想再与太悟扯上关系 会员见状转告他太悟说的话 太悟的意思黑客很清楚 如果不帮助就将黑客的罪行供出 黑客隔天便伪装成律师见到太悟 他让太悟别再通过会员联系 会员此时已经成为强武的人 他不能相信 太悟让他调查穆秘书 这是目前的唯一突破口 他必须查出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黑客很快就调查出谋秘书的信息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谋秘书竟是仁夏的人 另一边仁夏想与会员亲密 却被会员拒绝 他恼羞成怒 将会员推水中狠狠地掐住 原来仁夏并不喜欢会员 选他只是因为他是太悟想要的 为了就是让太悟不要逾越自己的本分 而仁夏其实也早已发现会员与太悟的奸情 穆秘书之前拍下的照片都传给了仁夏 会长这边也调查出谋秘书的身份 他的母亲是年少人夏所在的别墅员工 与仁夏是小学与国中同学 毕业之后运气很好 成为强人舟的秘书 会长提起太悟询问邱律师的想法 邱律师坦言如果太悟要报复一个人 应该会把对方变成彻底的失败者 而不是杀人 会长同样也是这么觉得 他觉得这件事很不对劲 交代邱律师尽快查出引擎 另一边 黑客已经查出谋秘书的地址 上门打探之时在电梯内偶遇人夏 他大为惊讶 随后洋装镇定进入电梯 在人夏高一层楼的地方 目睹人夏进入牟秘书家中 牟秘书的资料很快就呈现在太悟面前 牟秘书的母亲是别墅的员工 在牟秘书十岁时 母亲遭遇交通意外意外死亡 也正是人夏在别墅的那段时间 牟秘书在来首尔之前 与人夏在同个空间生活七年 太悟对此震惊不已 不仅如此 黑客黑见牟秘书手机 发现最近与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联系频繁 打去电话后 果不其然对方正是人夏 被挂断后人夏向牟秘书回电 牟秘书以为是按错了 丝毫不知被黑客监听 电话中人夏夸赞牟秘书在法庭上的表现 太悟此时才知晓人夏的目标不是强人舟 而是自己 太悟判决之后被送入监狱 在狱中他遇见了大学时期有过一面支援的人 那个曾经向会员讨债的混混 混混一眼就认出太悟 但太悟衣服上的红色令他们不敢随意招惹 法务部长觉得太悟二审时可以利用酒作为辩量 将故意杀人推翻免除死刑 没想到人夏却说希望他能判处死刑 会员被人夏警告过 仍跑来面见太悟 为了不让太悟担心 他没有将遭遇向太悟讲述 但他也不会坐以待毙 要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太悟让他去找会长 理直气壮地告诉会长想在基金会工作 在太悟看来 互助合作中心是强武的未来 那么身为非法资金工厂的艺术基金会 就是强武的现在 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 现在张景熙理事长不在 正是绝无仅有的良机 会长面前将太悟的话附属 另一边 太悟被陷害入狱后 仍在操控外面的局势 但他需要一部手机 好在同情的混混停有门路 需要三大张付款后开通 太悟主动提出支付四大张 但要求开通后支付 并且附赠充电器 这时太悟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 他发现当晚开车的人并不是谋秘书 于是向黑客打去电话 让他立即找出那个人 太悟认定凶犯是谋秘书 而那个人就是关键证据 人下与会员撕破脸后也不再假装恩爱 冷着脸告诉会员会长命令 周末一起回飞仙斋吃饭 会员嘲讽人下有些气凉 与家人吃个饭还得接到命令才能走 人下想与会员谈谈 会员则表示无话可说 而且他还不准备离婚 无所不能的黑客很快就查到那名司机罗伊 因为谋秘书偶然救过罗伊一次 他就对谋秘书忠心不二 黑客的人找到罗伊时却让他跑了 罗伊预感与之前的事有关 于是向谋秘书求助 谋秘书转头向人下请示 人下让他将人约到夜店杀人灭口 人下感受到了威胁 决定干掉太武 会员将进度告知太武 他想要确认一件事 此刻他想要的不只是强武的现在 还有未来 他想要知道太武是否会站在他这边 太武清楚他如此迫切 定是发生了什么 要他坦白不要隐瞒 会员扯下丝巾露出伤痕 他告知太武人下已经知晓了一切 他们三人绝对无法再回到从前 篡位三人组组合正式破裂 与此同时 人下也发现了会员仍在与太武接触 当晚非先斋 会长宣布会员任职基金会企划市长一职 至善不能接受 会长并不把他当回事 他企图拿部长父亲施压 却遭到会长的警告 全家人皆是情绪激动 只有西朱置身事外一脸淡定 人下质问会员的目的 会员解释只是为了有个继续留在强家的名粉 也是说服自己留在这个家的理由 人下显然不信 这更坚定了他要除掉太武的决心 他让谋秘书向监狱打去电话执行 太武被狱警以会面唯有喊了起来带走 太武感到蹊跷 看向熟睡的混混 等他离开后混混坐起身来 与此同时人下也找上了黑客 因为黑客同乡的咖啡店老板也已经被人下收买 人下对黑客说太武已经死了 下一秒他就被打脸 监狱传出太武逃狱的消息 狱警没能完成谋秘书的指示 谋秘书丢下几捆钞票让他保守好秘密 会员第一时间向黑客求助 却不知黑客正被挟持 被人下要求找到太武的下落 黑客一点不慌 他很现实 反制咖啡店老板 会员灰心地要离开之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他以为是太武打来的 没想到是他那毒鬼妈妈 他妈开口就是要钱 会员没有拒绝 他要利用他妈的门路联系专业找人者 许诺明日在被双倍报仇 要其尽快落实 不曾想他妈转头就将他要找人的消息汇报给人下 人下明白会员找的定是太武 他回到家气愤地盯着会员 所有人都在寻找太武 西珠也向法务组长求助 张景熙母子则最为平静 无论太武如何 在张景熙看来都够不成威胁 他已经暗地里拉拢了诸多理事 迎人等待强武集团主人换名的那天 太武此时陷入昏迷之中 他的脑中回想起当时的画面 迷迷糊糊之间他看到了人像 他惊醒过来毛骨悚然 更令他不敢置信的是他此刻身处会长办公室 强中魔告诉他如果不是自己 他此刻已经死了 会长一直在调查毛秘书 因为这微不足道的人物总在关键时刻登场 其中必有蹊跷 到最后发现了人像就是幕后主使 太武让会长放过自己 会长认为他杀了自己儿子 自然不会放了他 这边会员接到妈妈电话 让他去一个地方碰头 没想到来人是毛秘书 毛秘书将他迷晕带走 会员醒来时已经出现在精神病院 人像怒斥会员背叛 一直以来与太武勾结 会员本来感到愧疚 打算一辈子抱着抱歉的心里活下去 但此时已经看透人像只剩恨意 这惹恼了人像 命人将他当作精神病患对待 另一边 会长的意图很明显 他需要太武的头脑 竟然是太武将人像带到他身边 那么就要负责收尾 除掉人像很简单 可人像现在正找上他的反对派调视镜 企图联手将强武分离 他弃恼人像的野心 太武表示分割作业已经开始 因为分割计划就是他做的 他坦言让人像成为强武的主人 曾是他的计划 强中魔要他改变计划 将人像排除计划 正如太武所言 人像此时正与朴士静碰头 朴士静与强中魔的父辈 共同建立强武 但他眼下却只屈膝于一个子公司 他一直有着将强武一分为二的目标 人像许诺只要帮助自己 坐上会长的位置 就会帮助朴士静达成心愿 朴士静需要强中魔的血脉力量 答应合作 另一边 太武一直向会员打去电话 却一直未能接通 他意识到会员遇到了危险 接着他通过会长得知会员出现在精神病院 会长不解的是人像为何又放过会员 太武认为人像对基金会的非法资金别有居心 必须尽快让会员彻底成为会长这边的人 因为人像此刻需要很多钱 会员便是关键 太武让会长暂时放下好奇心 已经没有时间解开疑惑 会长命令邱律师将会员带来 黑客这边已经查到太武离开监狱的画面 一名狱警将太武带离 随后进行转移 转移的车辆来自米尔顿律师所 负责人正是邱律师 黑客觉得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 太武计划的下一步是在人像之前将强武分离 要会长亲自提出分割 让朴士静站在会长这边 会长直言太武疯了 太武认为本来就是合伙企业 分割是迟早的事 而这只是暂时托给朴士静 太武会帮助会长一点点拿回来 互助合作中心将会担任这个角色 他许诺无论强武怎么改变 强武的主人是强中魔都不会改变 虽然不理解 但强中魔好似对太武有着百分百的信任 人下在停车场突然看到应院长鬼鬼祟祟 他感觉事出反常 太武在会长室的这些天 应院长一直半夜前来为太武做恢复工作 人下来到会长室确认 正好与应院长碰面 应院长有些慌张 离开时心虚地跌倒 包中的药瓶散落一地 太武听到动静警惕起来 他悄悄来到外面观察 会长已经出来询问人下到来的目的 人下称看到院长 所以担心会长的身体 会长表示没什么可担心 人下只好离开 但他已经心生怀疑 他想从院长口中问出线索 但应院长闭口不谈 即使人下出言威胁也没得到答案 虽然没问出什么 但人下已经确定太武藏在会长室 应院长将人下有所察觉的事汇报给会长 太武交代会长必须在今天跟调视镜见面做出结论 而他则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人下回到家后就接到黑客的电话 如他所料太武正在会长室 同样得到消息的还有西朱 法务部长查到会长室最近的异常 推测太武是被会长带走的 深夜墙中魔将朴士镜约出 面瘫直接点破朴士与人下的计划 他主动提出会将墙武分割 让朴士镜得到应有的那一部分 而作为交换 他则需要终止与人下的计划 而且明天人下就会离开墙武 人下瞬间就被朴士镜抛到脑后 任谁都知道该如何选择 而太武在会员的帮助下 再次进入强人洲被害的房间 环室屋内 回忆当时的画面 他依稀记得强人洲女伴生前一直拿着手机记录 而手机内室掉落的位置恰好在他对面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而另一边 星系太武的西珠来到会长室 可当他进入卧室后就看到父亲死在了浴缸中 原来就在半小时前 人下对心脏病发的父亲坐视不静 眼睁睁看着他跌入浴缸 在父亲陷入昏迷之后 他甚至还将其按到水底后默然离去 但他没想到父亲没有死亡 被西珠发现后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错过黄金救人时间陷入昏迷 人下得知后对此感到慌张 他急忙赶到会长室试图找到太武 虽然发现了密室 可太武早已经离开 在会长出事后太武另谋出路 他来到穷乡僻壤 找到被发配的检察官和明镇 他需要和明镇的帮助拿到那碗的手机 和明镇是个没钱没事又想出人头地的人 太武利用这个弱点 许诺会让他逮捕真凶回到首尔任职 太武也给了他一个保障 如果手机中没能发现证据 就让他逮捕自己作为补偿 和明镇被说服了 这时他回到首尔的接近 黑客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两人 但他没有选择将消息传递给人下 而是删除了这一影像 西珠坐在父亲病床前 他想不通父亲为何要带走太武 突然意识到会员可能知道什么 于是找上会员质问太武的下落 会员本装作不在乎 可西珠确称就算报警也没关系嘛 告诉最后和父亲在一起的就是太武 和明镇来到检厅 在证物中拿到那部手机 在破开密码之后 相册里却是空空如也 好在太武发现安全文件夹中的影像 画面中清晰记录 谋秘书闯入房间 杀害强人州及那名女子 接着人下走了进去 但没有拍到他的正脸 和明镇拿着证据找到上司 影片已经被太武剪掉 他剪掉人下进入房间的画面 和明镇不解太武的意图 太武表示只有这样 才能让谋秘书无法脱身 先逮捕穆秘书 再去找到背后的共犯 和明镇意识到太武知道那人的身份 太武没有严明 但表示会帮助和明镇逮住真凶 上司虽然觉得和明镇 获取证物的方式不同 但还是让他拿着这个回归 将这个案子交由他负责 紧接着太武来到警局 他选择了自首 在和明镇复制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逮捕谋秘书 但谋秘书坚称一切是自己所为 没有供出人下 而人下则约见朴世靖 还想着与其合作 朴世靖坦言如果不是会长病头 人下早被扫地出门 他直言只要墙中魔还在 人下绝对不可能拥有强武 这是事实人下无可争辩 人下回去后就看到桌上会员的婚件 会员已经彻底脱离人下掌控 张锦西母子觉得时机成熟 即使太武无罪返回集团 他们也会将太武变成他们的人 准备一举拿下强武 二审还未开庭 太武回到狱中 不打不相识 他与混混头子谈起合作 明日就是混混头子出狱的日子 太武有间叫做黄金里投资的公司 这本是他为人下成为强武主人设立的纸上公司 连人下也不知晓 他邀请混混来场赌局 不同于赌场的花牌赌局 而是掌控强武的真正赌博 两人达成合作 在混混出狱之后会员就找上门来 给他看了一份个人资料 张奈克 一个在华尔街被称为投资鬼才的人物 在2021年创立H黄金投资公司 混混看得一头雾水 在太武那里他没听说过这个人物 可随后他就反应过来 这个人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与会员一同前来的还有黑客 他们计划将混混包装成张迈克 在谋秘书被捕之后黑客就脱离掌控 因为他发现太武收集股份的动静 所以主动上门寻求合作 不久后 张景熙这边就发现黄金投资大量尸股 他们大为惊讶 人下同样如此 要心腹科长调查该公司的信息 计划即将达成 只等待太武出去扣下班级 太武二审开庭 修律师替太武辩护 太武获判无罪立即释放 人下得知后面目猙獰 命令科长监视太武 汇报太武的一举一动 他必须在会长苏醒之前有所行动 他孤注医治来到医院 要拔掉会长的氧气罩 但被太武及时制止了 还劝差点杀了他的人变回原来的样子 可人下已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现如今只想站在集团的顶点 反倒警告太武别阻碍他 至此二人彻底的决裂了 当晚 玉锦叫醒了长子的秘书 通知有人来探视 然而会面是只有一部手机 原来人下担心杀死强人周的事暴露 特地打电话试探谋秘书的口风 虽然谋秘书愿意扛下所有的罪 但他的心里非常的害怕 结果会面结束后 玉锦就把谋秘书带到了没人的角落 除掉心腹大患的人下松了一口气 另一边 太武的计划起到了效果 强盛周和人下纷纷要求见面 继而收购他手上的股份 次日太武把两伙人约到了一起 挑明自己就是H投资公司的幕后操纵者 无论谁拿到他手上的股份 就能成为最大的股东 张景熙和强盛周愿意坐下来好好谈 但人下表示不怎么相信太武 最终这场二虎相争的戏没唱成 第二天 大嫂把人下叫到了画廊 她手上握有强人周和娘家的股份 表明会全力支持人下 就在这时张景熙打来电话 邀请人下参加晚上的家宴 然而她突然转变的态度 让人下隐约地感觉到不对劲 果然晚上刚踏进老宅 就看到太武坐在餐厅 而她似乎已经和张景熙达成了协议 这把人下气得连饭都没吃直接离开了老宅 回到家以后她越想越气 掏出手机给狱警打去了电话 紧接着第二天 太武的继父就获得了三天的假期 并且收到一条匿名短信 而内容正是太武母亲的所在地 没过多久继父就堵住了母亲 家暴的恐惧吓得她跌下了身后的楼梯 后脑恰好磕在石头上 当场没了呼吸 另外一边警方收到举报 以教唆弃失罪依法带张景熙回去调查 与此同时 集团召开的紧急记者会迟迟不见强舞集团的人 就在这时人下走进了会场 她高调地宣布老董事长身在医院没有了意识 而集团被假新闻闹得非常不安 所以自己将暂时代理董事长一职 驻集团渡过难关 太武这边收到一条短信 内容是继父出狱的照片 她立刻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驾车开往了母亲居住的地方 然而却在停尸间看到了母亲冰冷的尸体 与此同时 成功篡位的人下得到了政界议员的支持 很快太武为母亲操办了丧礼 黑客查到继父放了三天假 但仅过了一天她就回去了 这时强盛周来吊咽太武的母亲 她希望太武好好送走母亲 然后二人坐下来谈谈 次日人下准备上任 可刚走出电梯就发现何检察官早就在等着了 并以涉嫌杀人罪进行依法逮捕 提供线索的人正是太武 然而人下被捕后一点都不慌 她认为警方没有证据定自己的罪 甚至叫嚣让何检察官承担责任 然而何检察官也没废话 让同事直接把证人带进审讯室 而这个人让人下心头一紧 竟然是谋秘书 原来人下命令狱警偷偷地将谋秘书除掉 但这人刺了两下后 伪装成自杀没有捕刀就离开了案发现场 刚好被躲在旁边的御医给救了 紧接着太武就接到了他的电话 太武得知这个消息立即来到了监狱 挑明教唆狱警刺杀秘书的人 是个为了自身利益 无论是谁都能轻易抛弃的混蛋 人下是没有朋友的 秘书只是他的一条狗而已 试想一下 如果自始至终都是独自一人 还能发生这些事吗 太武安慰谋秘书 身为某人的狗的时代已经过去 是时候过上自己的人生了 其实这些道理谋秘书都懂 但对一起长大的朋友抱有一丝幻想 他质问人下为什么那样对待自己 真的把他当作狗来对待吗 人下告诉他作为狗 就要像狗一样敬忠到最后才对 至此谋秘书认清了现实 可检察官也没闲着 播放了强人周死亡时的录音 原来女秘书的手机恰好拍到二人行凶的过程 也就是说人证物证齐全了 等候审判的日子里人下收到了一封信 寄见人是老会长 父亲向护极科申请把他踢出了阻击 改随母姓姓白 或许在这时人下才真的知道错了吧 另一边 西柱拨通了太武的电话 有重要的是找他商量 可当太武级匆匆地赶到老宅时 会长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几天后人下的庭审结束 因杀害血亲长子 企图谋杀共犯长子的秘书 妄图湮灭证据 法官判断他的犯罪性质恶劣 再加上毫无悔改之意 判处人下无期徒刑 当天夜里人下就在狱中自杀了 三年后 太武帮助会长完成了他的皇家梦想 那个成功篡位的人不是人下 也不是强盛周 而是毫无血亲的太武 原来那天老会长叫太武来老宅 表示只有不带私欲的人 才能成为集团顶点的人 然而那个人必须守护好自己的东西 至此老董事长将位置传给了太武 故事到这基本上就结束了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